在場的各位貴賓 大家午安 大家好 這個2023台灣燈會在台北 它有兩個主要的意義 第一個是從2001年到外縣市去以後 流浪了23年再次回到台北 第二點 這個是台灣在COVID-19邊境解封之後 第一個大型的國際活動 整個台灣的旅遊業 飯店 各種觀光相關的產業 我想對這個都相當期待 因為這個辦得好辦得壞 通常會影響後面很多的活動 那麼這一次的活動 它有一個特色就是說 過去辦台灣燈會 在其他縣市 它就找一個幾公頃的空地 就在上面辦 可是台北市要找那個幾公頃的空地來做 我們想到半天 你知道 找不到 所以乾脆逆勢而行 我們來辦一個叫城市型的燈會 所以我們有一個主燈 六個副燈 大概三百件的大作品 然後要分布在四個展區 大概可以達到一百六十八公頃 那我們在辦台灣燈會的時候 心中有一個很大的目的 要做振興產業之用 我想幾天前在市林辦那個白座之夜 當然還是會有人批評 動線規劃不佳 但是什麼 但是我跟你講 市林商圈高興死了 一個晚上四十六萬人 從來就沒有 那個備料都備料 根本就沒辦法來不及賣 所以這是一個邊境解封之後 台灣第一個大型的國際活動 我們在想說利用這個機會 把這個東區的商圈整個要給它拉上來 這是很大的戰略目標 所以我們四個展區 一個是沿著中宵東路 就台北的東區 還有國務紀念館 還有松菸 還有一個是我們信義商圈 包括101跟四字南村 所以它集中在台北市的東半部 一個L型這樣 那 當然這個規劃 我們不同於以往 因為我們這個是 差不多一年多前就確定台北要接班 所以我們已經準備很久了 我也認為大型活動 不要到前幾個月才臨時去湊一湊 這樣看起來就是 我們常常看到就是熱鬧有餘 但是它沒有戰略 所以 事實上這幾年的執政 你知道 像那個台北燈節在西門町 就讓西門町繁榮了好幾年 這個 要不是這個疫情你知道 你去西門町看 那個日韓客 連那個計程車都是 要講日語 那個招牌都寫日語跟韓語的 那 不管怎麼樣你知道 我們希望這次的燈會 23年後 重新再回到台北 然後它是邊境解封後的 台灣第一個大型的國際活動 然後它又是一個 不同於以往其他縣市 它是一個以城市型的燈會來舉辦 然後我們又給它一個任務你知道 我們希望它可以復興整個東區的商圈 然後再擴展到松菸跟信義商圈 都能目的 至於那些細節 已經規劃了一年了 這個大概每個月都有規定的會議在開 我認為準備是還不錯 連那個最困難的缺電都已經 多花了八千萬解決 缺電 不過後來就另外拉線 給開八千萬 好剩下的就繼續努力 光源台北是我們這次的口號 好謝謝大家 謝謝柯市長 我們也請市長在這個舞台上先請留步 因為馬上舞台